日本海岸的海岸 台湾就是一个海岛 我们希望以海洋的角度来看台湾 在台南的海岸线踏查的时候 我发现到了第一栋 开始做这个台湾水墨系列 由台南为我的一个基准点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的往北 我还是用了一个最笨的方法 就是把这些台湾的海岸线去找一遍 它本来是一块农地 当初要拍这些照片的时候 那个土地公尺就很吸引我 因为大部分我所找寻到的 都是一些冥房或者是问了 不过啊 要去拍的过程 因为它的水面上 我看不到陆地 我不敢下去 所以啊 没办法 我一直等 一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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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三年才发现到 我现在可以让它陆地 我可以去了 我本来还蛮开心的想说 哇 我这次终于可以拍到的 不过啊 我第一脚踏上去的时候 整个脚马上陷进去了 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将我的楼梯 直接铺在水面上 然后我一直踏 走了1.5公尺 再把那只楼梯再翻过来 再一直翻 这样子只为了前进10公尺 我拍完以后呢 我一回头 路上 马上有五六个人围观 我刚好变成了一个泥了 其实在台湾 我们看到这些作品 有90% 看到的都是 地层下限 地层下限 不过这一批作品到法国了 它的展出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会讲说 全球暖化 海平面上升 结果造成房子被淹没 不过其实还有蛮多种原因 像所谓的鱼杆的兴建 那个堤防 那些造成了一个突堤效应 还有水库的兴建 沙子下不来了 这些原因都是造成这些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 当初拍摄台湾水墨 这个系列的时候 我就一直考虑了很久 我的作品 不想用一种很沉重 很悲伤的方式来告诉我的观赏者 说这是地层下限 我们要怎么样防治 我们要怎么样努力 我不想这样子 我反而把水墨化的概念 结合在我的作品里面 所以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为什么会椭圆形的 我为什么要挑阴天 下雨天来拍这些作品 因为我就是要让它的整个色调 整个的方式 有水墨化的一个概念 它是非常轻柔的 非常唯美的 我希望利用这个唯美 先卸开我观赏者 再进入我作品里面 我要先打开他们的第一道心法 哇 好美哦 好漂亮哦 不过你会再注意看第二眼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 照片怎么会这么诡异 我照片这边所表现的唯美 变成了一种伪造的美感 最终最终我想告诉你的是 房子为什么会在水中 我想把这些原因 交给观赏者自己去解读啊 我为什么会找到这个视频 我们为什么会择下水中 要去替点击 对手 那么有这个存在 对手 我们为什么要来 再拍摄 这一遍 但是 我们为什么要来 我们为什么就是